虔诚读诵法华经的不可思议感应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法华经全称妙法莲华经 因经中宣讲法意至高无上 明是不分贫富贵贱 人人皆可成佛 所以法华经也欲为经中之王 不入法华 不知佛恩之浩瀚 不读法华 不知如来就是之苦心 妙法莲华经被称为成佛的妙法 世尊圣赞此经于一切诸经法中 最为第一 可见其重要性 唐道宣律师在法华红传序中说 自汉至唐六百余载 虽利群集 四千余轴 受持圣者 无出此经 他亲眼看到此经流传的盛况 理论家各书心机 争相注视 修持者或诵经 或拜颤 或赐血书写 孜孜不倦 现在写取一些古德门前程读读《法华经》后感的不可思议的感应 漏葬十年 遗舍不坏唐朝雍州里全四法师是遗俗 《常年公宋法华经》 《常年公宋法华经》已有几千遍之多 就请为我建一座塔 让人们建了之后对佛法生起信心和向往 说完这话 法师便往生了 十年之后挖开埋土一看 果然只有舌头完好无损 仰慕佛道的人纷纷前来瞻理 人多得如同集市一般 大众就在甘谷牙为法师建造了一座塔 在遗俗法师之前和之后的佛弟子中 因为《宋法华经》获得舌根不坏灵验的人还有很多 对此不再一一记录了 天人供养《宋法华经》者的故事 南极时和尚鸿鸣 是汇姬山音人 少年出家 真宗吃苦守戒律 在山音云门寺 每天诵读法华经 学习佛法 精心勤恳读诵 整日不停 每天早晨水平自然而满 感动了天童子给做的 每天天亮作禅 老虎常常趴在室内 神灵请讲法华经的故事 近代有个和尚弹碎 不知道他是哪里人 年少出家 主和音的白马寺 吃粗粮穿布衣 宋读法华经 又能解释领会经书的宗旨 也常为别人讲解 忽然在夜里听到敲门的声音说 要请法师去讲经九十天 弹碎不答应 坚决请求 就跟他去了 像是睡梦中 自己身在白马岛神祠中 并且有一个弟子 每天都和他一起前往 其余没有人知道 后四的和尚从祠前走过 看见有两个高座 最坐在北面 弟子坐在南面 就像有讲说经书的声音 又闻到有其香的气味 于是道俗的人们都作为神异式传说 一直到了夏天 神送给他白马一匹 白羊五头 卷九十匹 住院完毕 一切都消失了 宋法华经免病死的故事 宋朝的罗瑜的棋子费氏 宁属人 他的父亲做了宁州刺史 费氏年少就敬信 宋读法华经 几年勤奋不倦 后来得了病 忽然感到心痛 全家人都非常害怕 只等厌其下葬 费氏心念 我宋读经书勤奋 应当有保佑 大概不至于马上就死吧 接着就入睡了 一顿饭的功夫他醒了 梦中看见佛在窗中过来拉他的手 抚摸他的心 过了一会就不疼了 一屋子里的男女壁仆 都看见了金光 也闻到了香味 罗瑜的堂妹在床前探望他的时候 也都看见和闻到 于是就大兴信物 虔诚的守戒归到最后 也常常用这些来教化他们的子之等人 江陵玉法师比丘尼惠玉是宋朝长安人 精勤持戒 修行善道 修为和品行兼备 他周游各地 用佛法教化众人 无论寒暑都坚持不懈 住在江陵墓牛寺的时候 读《法华经》 《冷言经》等经典 十天就能流利背诵 众人都感到很惊奇 原家年间 慧玉修苦行 摘戒时发誓 要是我的诚心有感应 舍身之后一定往生佛土 七天之内祈愿见到佛光 五天后的夜里 寺庙东侧的树林忽然现出佛光 形色鲜明 众人看见了都发欢喜心 后来人们就在发光的地方建造了一座禅堂 《法华经》功德浩瀚博大 不可思议 是一本成佛的经典 能受持诵读《法华经》 不单能破除黑暗无名 消除一切苦难灾恶 最重要的是能解除生死痛苦 能渡生死和到达彼岸